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解一宗操作燙雜的致命意外 希望提醒大家相關的安全事項 我們一起看看意外發生的經過 事發當日 一名員工在屋苑入口關閉一道燙雜 當他將燙雜推出的時候 燙雜由盜鬼掉下來 將他壓死 讓我們看看意外的成因 燙雜其實裝了盜鬼擋板 防止被過度推出而脫軌 但是燙雜沒有定期檢查和保養 擋板爛了都沒有人知道 怎樣才可以避免意外發生? 僱主需確保燙雜裝上適當和有效的裝置 例如盜鬼擋板、閘門擋 以防止燙雜被過度推出 僱主需定期檢查、保養和維修燙雜和各個部件 包括盜鬼擋板、盜輪、地面軌道等 以確保燙雜保持在良好的狀態 僱主需向相關的員工提供安全資料、指導和訓練 和制定有效的損壞通報制度 特別在操作燙雜的時候 發覺有和平時不同的情況 就要立即通知主管找人維修 另外也要確保員工熟悉燙雜的安全操作程序 僱主亦要定立有效的監察制度 以確保上述的安全措施得以嚴格進從 閘門安全要留心 防止員工意外生 加密派 適合 厚所